胡君发文称,父亲胡宝善离世,小年八十四岁,胡宝善曾和儿子胡君一起登上春晚,在2012年的春晚舞台上,胡宝善一家亲情献唱,此外,胡宝善还是歌唱家胡松华之地。 胡君在长文中写道,爸,你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离开2019年9月13号,中秋从此以后每过中秋你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你一生最爱的是我们的妈妈和这个家,你一生对艺术的追求让我们这些做晚费的自愧不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们爱你。 胡宝善国家一级演员,1950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至今,北京世人,曾从事于蔡敬仪教授学习声乐,和听过梅德韦杰夫的课。 1958年通俄国美声唱法代表歌唱家师洪恶一道去保加利亚随其耳金教授学习声乐,50年代末,不保加利亚索菲亚音乐院工读研究生,从事世界著名声乐教授布伦巴罗夫的指导。 工作之余,胡宝善喜好书法和绘画,2019年6月,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王传留词,胡宝善曲入训中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优秀歌曲一百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